10月1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孙叶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二十大准备工作情况和大会议程。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会期10月16日至10月22日,我作为大会新闻发言人,对前来采访报道这次大会的中外记者,表示热忱的欢迎。 孙叶李介绍,当天召开了中共二十大预备会议,确定了会议议程。 大会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查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选举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孙叶李介绍,自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重全会之后,即开始了二十大准备工作。 一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 为起草好党的二十大报告,党中央组织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部署了二十六个重点课题,由中央和国家机关五十四家单位开展专题调研, 形成八十份调研报告。 中央有关部门还开展了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 收到留言八百五十四点二万多条。 这些调研成果,为报告起草打下了坚实基础。 报告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 征求意见人数更四千七百余人。 二是党章修改工作。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需要, 对党章进行修改,是我们党的一个惯例。 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三是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经二十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确认2296名代表资格有效。 他们将代表四百九十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和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出席党的二十大。 四是为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做的准备工作。 孙业李介绍,目前中共二十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中共二十大闭幕后将召开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 一中全会结束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将同中外记者见面。